歡迎大家今天來到哲午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可以邀請到 今年賴宗強賴律師 還有因為從南港過來 所以可能有點耽誤的邱文聰老師 他應該馬上就會到了 來跟我們談一個 從這一年來一直有一些爭論的一個主題 就是所謂的 中國代理人或者是說中共代理人這個法案 那我們常常說從去年一二四開始 就是有很多的亡國感 或者是說大家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要亡國這樣 那其實這個代理人法案 就是一個說我們在面對這個亡國感的時候 的一個我們可以有的一個積極的作為 所以這一年來了包括賴律師 或者是說我們這個邱文聰老師 還有這個金銘蓮的 這個都在這個在討論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是真的非常高興 能夠邀請到賴律師來跟我們談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不耽誤時間是那個邱文老師 還是賴律師 好 各位哲午的朋友 然後主持人文聰 哲午的志工 大家好 那很高興今天有機會 來跟大家討論中共代理人 這個問題 我們這幾天看到很多中共代理人 而且那個 我們都會要求這個 這個境外政治勢力的影響力要透明化 但是我們有些人其實就很大賴的說 我就是代表中國共產黨來監督台灣省的選舉 他這樣算不算完成登記啊 這樣算不算已經透明化 真的蠻囂張的 蠻囂張的 那我們更關心的應該是說 那台灣民主的 台灣這個民主體制 能不能繼續存續 我們這個國家 還能不能夠繼續存續 這都相當令人憂心 不過各位 願意花一個晚上的時間來到這裡 一定是對這個議題非常有心 那非常有誠意 那文聰跟我 也都會非常有誠意的 把我們知道的 那個讓 跟各位分享 跟各位一起討論 好 首先跟大家報告呢 就是說 等一下文聰老師 會介紹台灣公民陣線 關於這個中共代理人法 我們稱為民主防衛2.0的立法 我們基本上的主張 那邱老師會報告一個很完整的架構 然後在邱老師報告之前 那我想先提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過去這段時間 那台灣的立法院 是不是完全沒有任何作為 其實也不是 我們也不要這樣想 就是說 立法院是不是 就是放任中共的勢力 長驅直入 完全沒有任何作為 或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是 但是 我必須這樣講 在一段時間之內可以 極速爬升 所以其實整個台灣的民主體制 大家 你說立法委員 政府官員 然後智庫學者 應該都有震撼到 那再加上今年1月2號的時候 習近平不是 就是提出了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那這個更是 擺明了 就是說 他就是 準備硬著幹 就是通過 就是 拉台灣的 各黨各派的 政治人物去進行 所謂的民主協商 然後要一步一步把台灣併吞 所以在過去這段時間 或許各位會聽到一個概念叫做國安五法 就是立法院完成了五個重要法案的推動 其實跟立法 這也是跟禁止中共代理人有關 也是跟禁止中共代理人有關 跟防衛台灣的民主有關 那我很快的介紹 這五個法律在做什麼 第一個是刑法外患罪的修正 因為呢 過去有一個人叫做張顯耀 那個張顯耀不是有共諜案嗎 然後共諜案呢 調查局曾經想要用外患罪來移送偵辦張顯耀 大家有印象嗎 馬英九任那個時候居然 那個陸委會主委王玉琦開了一個記者會 說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 這個涉及影響到國家安全的重大事件 那個時候調查局要用外患罪移送 但是最後被高檢署打回票 為什麼被高檢署打回票 高檢署的檢察官跟調查局講說 這個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大陸算不算外國可能有問題 因此我們不能夠把張顯耀當成外患罪來偵辦 這個是我們國家安全的一個很重要的漏洞 如何防堵外患 永遠是民主體制一個重要不可迴避的問題 很多國家都有判國 幾乎民主國家的刑法都會規定判國罪 但是我們的判國罪 我們的外患罪 居然對我們最大的外患 中國不能適用 因為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 對於大陸是不是外國 是一個不明確的 那這個就形成一個很大的漏洞 那這一次的刑法修正案就是把大陸地區放在外患罪的適用範圍 它就是避開了大陸是不是外國這些 這題先跳過 反正就是大陸地區適用外患罪 所以呢 那個我們外患罪原來有一個叫做私與外國締約罪 未經允許 沒有經過政府的允許 沒有經過正當民主程序 你私下去跟外國締約 這件事情 這是探國罪 這是外患罪 這要處很重的刑 那以後這個不能做了 所以啊 連胡公報 算不算私與外國締約罪 可能算喔 那今天如果中共跟金門縣長 如果在談的一國兩制 從那個 就是中共開始拋出這樣的聲音 說一國兩制從金門開始 一國兩制從福建一省兩制開始 如果金門縣長真的敢去談的話 外患罪 第二個 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三 就是其實318最重要的一個訴求是什麼 要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要規範政府跟對岸的談判 要有民主程序 那這個監督條例 那個起草人也是邱文通老師 那個一直立法院一直擱置 但是到上個會期 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真正擔心的 當然我們擔心跟中國簽福貿貨貿 我們更擔心的是跟中國簽政治協議 簽和平協議 簽軍事弧行機制 甚至有些亂七八糟的政治人物 去跟對岸談統一 那這怎麼辦 監督條例最核心的一個部分 其實不只是經濟協議 要規範跟中國的政治談判 那這個部分已經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三 已經完成了 那條文很長 我就不仔細講 簡單講三個原則 我們以前也講過 第一個就是主權不能賣 第二個是自由民主不能賣 第三個就是其他政治談判 比照修憲民主程序 那個我們條文又語就是 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悔氣變更 不得作為政治談判的議題跟協議的思想 而且要求說如果不涉及這個底線 你要跟中國進行政治談判的話 你要國會四分之三多數通過 通過以後去談判 協議草約不能簽 必須等到國會再四分之三多數通過 而且公民復決絕對多數通過才可以簽 這個絕對多數不是公投法那個門檻 這個絕對多數就是修憲門檻 就是全國的公民人數要過半數站出來投贊成票 不是過半數投票 過半數站出來投贊成票 這樣才會過 這第二件事情 第二個修法 第三個修法就是 就是關於國家機密保護法 就是把共諜的罪行提高 行責提高 第四個是國家安全法 把為中共發展組織的行責提高 然後第五個就是規範那個退休的退降跟政務官 不可以去終身不可以去中國參與政治活動 所以像吳思懷那種以前很多將軍去天安門看閱兵 然後去人民大會堂聽習近平的訓詞 這個以後如果再做這樣的行為的話 不只會處罰他們的退休金也會被取消 所以在過去這半年以來 半年一年多以來的危機 其實立法院有點醒過來 那或者是說我們這個政府有點醒過來 去完成了這五項的立法 那我們稱這個叫做民主防衛1.0 但是光是這樣不夠 我們應該要有民主防衛2.0 就是說前面講的這個國安武法 還沒有辦法完全阻止中共在台灣的滲透 舉個例子 比如說那個中國一天到晚 那個邀台灣一些林里長 那個去中國參加旅遊團 那他可能也沒有真正 就是不見得一天24小時都在洗腦 但是就是要建立那個人際關係 然後建立人際關係了以後 也許將來可以拿來買票 或者也許將來可以拿來吹票用 都有可能 然後這種幫中共在辦這種兩岸交流活動 不管是找學者去 找這個林里長去 各行各業的代表去 這樣的行為如果他很明確的 其實是在為中國共產黨而服務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評價他 就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禁止許可透明化 哪些行為我們認為是應該要根本禁止的 那禁止的話也有可能有刑事者 就是說我禁止你了 你做了就是還是有 你是犯罪 或者是我禁止你了 你做了我可能要處罰 那許可制是說 你做這件事情 不是絕對不可以 但是要經過政府同意 那還是說 我們認為說這件事情你可以做 但是你必須來登記 你必須透明化 那這牽涉到很多管制手段的選擇 那台灣公民陣線就提出 我們關於這個中共代理人 如何防堵中共代理人 如何防止中國勢力滲透的 民主防衛2.0立法的架構跟方向 那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邱文通老師 謝謝 中強主持人還有各位朋友晚安 我剛剛稍微晚一點到 因為去送小四的小孩去踢足球 其實我跟各位一樣 平常都是一個平凡人 剛剛各位介紹自己的時候 也都講說你們自己有自己的 也許還在念書 也許從事一些工作 那我們今天之所以會來這邊 就是因為我們都關心台灣的未來 所以大家會聚在這邊 所以我也就是很匆忙還是要趕過來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題目 我們到目前為止的一些想法 那剛剛中強說明了整個 從應該說去年底 因為其實民黨政府上台是2016年的事情 一直到去年年底的拜選 以及到今年年初才似乎醒了過來 因為我們其實從318之後 一直喊到民黨政府上台 一直談說要做民主防衛 民主防衛 但是民主防衛一直沒有實現 當時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蔡英文總統最喜歡講的一句話 就是什麼 維持現狀 他就用維持現狀這四個字來唐三 反正我就是維持現狀就好 其他都不用做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去仔細想說 要維持現狀到底怎麼維持的時候 卻沒有一個方法 至少在那個時候 沒有任何的法制上面的方法 來確保我們的現狀真的可以被維持 怎麼說呢 其實剛剛中央已經點出來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憲法 現在我們的徵修條文裡頭 特別講到說 台灣人民2300萬人才是國家主人 我們可以修憲 我們可以變更領土 可是各位不要忘記 修憲的程序很困難 修憲的門檻非常高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真正的正式台灣獨立 你想要把我們的領土 化成說只有台風金馬的話 他說對不起 你要經過修憲程序 那個門檻很高 可是呢 他說統一的話 因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很大 那個都是我們的領土 所以統一不用經過修憲啊 他可能隔天早上醒來 馬英九就宣布要統一了 你還沒有任何的法制上面的方法 來跟他說不行 不能夠統一 所以當時蔡英文總統 喊述說要維持現狀的時候 我們民間團體就是在問說 那你到底要怎麼維持現狀啊 你要怎麼去維持台灣現在的自由民主 還有主權不隸屬於中國的這個現狀 你究竟要怎麼維持 你說要宣布台獨很難啊 可是馬上統一就很容易啊 那這個現狀一下就會傾斜了啊 怎麼有辦法維持呢 所以 談了很久的這個民主防衛的1.0 總算在 去年年底之後到今年的這個階段 有一些初步的成果 至少在 男人民關係條的5之3條裡頭 特別把要改變現狀 要去跟對岸談政治協議的這件事情 把他的門檻 拉得跟修憲一樣高 你說要宣布正式台獨很難 那你要同意也一樣要很難 你不能夠跟我講說宣布正式台獨很難 我們修憲很難 可是你同意要很容易 所以我們把這兩邊 同樣的這個程序把它拉到一樣高 這個是我們談的民主防衛1.0裡頭 很關鍵的一件事情 讓維持現狀的法治 有一個正式的一個基礎 可是 中強剛才提到 有了1.0還是不夠 為什麼 因為1.0幫我們 等於是構築了一個城門 這個城門應該可以抵擋 一下子就傾斜的這種情況 可是不要忘記 從過去的歷史上我們看到太多的例子 就是木馬圖城 當真正的敵人是滲透到你的城內的時候 你要如何去防守 已經不能夠單單只靠著那一堵城門了 你必須要從內部裡頭去強化自己的體制 才有辦法去抵擋來自於內部的這樣一種危機 那這個來自於內部的危機 當然是從過去以來一直到現在 台灣都一直面對中國的這種 硬實力軟實力 各種的這種影響 就是中國因素 可是尤其在今年1月初 習近平談了說他要找台灣的各黨派各界別的代表 去跟他們談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的防難的時候 各位就曉得這個危機開始變得非常非常具體 而且很大 因為他開始要透過台灣自己的民主體制 就是他要透過所謂的代表來達成他想要去併吞台灣的這樣一個目的 所以如何在台灣內部去架構起一些防衛的機制 來避免這樣的一種自由民主開放體制被中國所利用 這就是我們面臨到的一個很嚴肅的課題 那當然不是只有NGO意識到這個問題 那現在至少執政黨或者是這個行政部門 同樣也都在談 因為各界的壓力談說 欸中國這種外部的影響 你總是要有一些方法來解決吧 那解決這個問題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說有兩種可能的策略 這兩種可能的策略呢 分別在民進黨團的提出來的版本 跟基進還有油美女跟王妮女提出來的版本 他們一開始提出來的版本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來說有兩種不同的approach 有兩種不同的路徑 一種路徑是直接把它查禁 就是不得直接禁止你去當中國黨政軍的代理人 那另外一種approach 就是下面這個approach是採取所謂的透明 資訊公開讓它透明的這樣的方式 那究竟要查禁還是要資訊肌肉 這其實是一個法律上面管制理論一直在討論的問題 我們先撇開中共奈良這個問題 我們稍微來思考一下法律的管制手段 各位應該可以理解說 各位後面有朋友在喝這個應該是酒吧 酒精類飲料對不對 美國以前禁酒 大家知道 酒為什麼危害健康嗎 還是危害這個社會良俗 工序良俗 因為你喝了酒會鬧事 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 美國是用禁令查禁的方式去把酒禁掉 台灣沒有在禁酒 至少現在美國也沒有在禁酒 可是美國跟台灣另外一個地方有差別 槍支 台灣是什麼 是禁止 美國 它現在因為有他們憲法上面的權力保障 基本權的保障 所以說他們可以有槍 所以美國在他們的社會內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在談說 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也許透過所謂的資訊揭露 就是說到底誰涌槍 涌槍的人是不是有適當的資歷 可以去涌槍 用這個資訊揭露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對台灣人來講 你資訊揭露 你去揭露槍很危險 本身不足以去擔保 涌槍的人不會亂用它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說應該是直接把它插進 所以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一個事情 一個東西到底要把它查緊 還是要用資訊揭露的方法來處理 每個社會不太一樣 那dependent on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對這個社會的影響 當我們覺得它的風險很大很大的時候 我們大概不會覺得說把它資訊公開就好 但是相對的 如果我們覺得說它的這個危險 雖然有一定的程度 可是只要把資訊公開之後 大家就知道怎麼去避免那個危險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覺得說不需要用查進 用資訊公開的方式就可以了 垃圾食物 各位覺得要查進還是資訊公開 大多數的人可能會認為說 應該資訊公開就夠了 你只要在食品的標籤上面去加註說 這有反式脂肪 這個可能有什麼樣的危害 那要不要買你自己決定吧 你要試著把它查進掉 可能有些人會跳腳 像我可能也會跳腳 會覺得平常一些消警就沒了 雖然我知道它有害身體健康 但是我不會覺得說 你應該把它查進掉 好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思考架構 我們來看中共代理的問題 就會遇到一個台灣面臨到的一個困境 就是台灣的民主化的歷程 一個很重要的資產是什麼 言論自由的保障 這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言論自由是我們好不容易爭取來的 在戒嚴的時代動輒得救 你講句話可能就要查進 鄭南龍的例子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言論自由這件事情是我們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東西 那如果今天我們說很多東西要用查進的 尤其是它涉及到的是言論 要把它查進掉的時候 可能就會碰觸到這條線 就是到底它是不是侵害了言論自由 可能會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那各位如果跟我一樣年紀的話就會知道說 我們的刑法一百條 舊的刑法一百條 曾經是有這種 就是你只要用講的 你只要宣揚說你要破壞國體 借據國土 都沒有去幹嘛的話就會被抓起來 那民主化之後呢 經過很多人的辛苦的爭取之後 新的修正的刑法一百條呢 已經把這種單純的言論的行為把它去刑化了 它只有在以強暴或是脅迫的方式去從事這些行為 就是你要意圖破壞國土 破壞國體 竊取國土 或者以非法的方法來變更國限 你只要沒有用到強暴脅迫法的話 你愛怎麼講怎麼講 都不會被認為是內亂 不會構成刑法 這個是我們好不容易爭取來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單純只是用講的 講出一些跟我們現在國體不符合的一些話的話 你沒有用強暴脅迫的方法來做的話 你說現在要把它用刑法家裡查禁 就會回到以前的那個時代 所以才會看到說 當我們在談中共代言論法的時候 兩個不同的思考入境的人 其中一隻就一直主張說 不能夠查禁 不能夠查禁 只能夠質詢公開 那我們就會面臨到一個困境 像郭冠英講講說 我這樣只是講講 我只是開玩笑 那你這樣就可以來罰我嗎 台灣不是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嗎 你難道不允許我這樣子講嗎 我支持九二共識 我覺得中國共產黨 是全中國最好的政黨 我難道不能夠這樣講嗎 台灣不是有言論自由嗎 我們就會遇到這樣一個困境說 好像確實是 言論自由保障的反省 所以我們究竟要怎麼去畫那條線 變成是我們現在要面臨到的一個困境 那當然很多人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也會舉國外的法律 來當作是一個參考的對照點 比如說美國 美國 美國也有所謂的外國代理的登記法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美國的外國的所謂的外國勢力的登記法 或者他們的資訊公開其實有兩套 有一套叫做外國政府代理人的登記 一套叫做外國代理人的登記 這兩個的差別在哪裡 在於說如果你是外國政府的代理人 今天你不管從事什麼行為 就通通要登記 就通通要資訊公開 反之如果你今天不是當外國政府的代理人 而是當外國一般人的代理人 那只有在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 你需要登記 這是美國的外國的勢力的代理人的 法治的完整的圖像是這樣 那當然沒登記的後果他們很嚴重 一個是十年一個是五年以下的圖刑 其實蠻重的 也因為有很重的刑法在後面 所以讓這個登記的制度可以比較有效的去推展 所以大家會講說美國也是用登記來處理外國勢力的影響 所以難道台灣不是也只能夠用登記來解決這個外國勢力的問題嗎 但是要談這個美國法的時候 不能夠只單單看剛剛講的那兩個外國勢力的登記法 因為除了美國的這個外國勢力的登記法之外 還有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的第三條 第三項 就寫了一條這個 Treason Treason是什麼 是叛國 Treas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對 所謂對美國的叛國是什麼意思呢 shall consist only in living war against them 就是對美國宣戰 這種就屬於叛國 以及第二種叫做 in adhering to their enemies giving them aid and comfort 就是說去遵從你的這個美國的敵人 去協助他 提供他一些資源 這個也叫做叛國 也叫Treason 那如果我們來看台灣 台灣我們都說台灣有外患罪 剛剛中強女士有提到台灣有外患罪 可是台灣的外患罪裡面 你大概能夠找到對應美國憲法 他們美國憲法第三條的條文 只有這個叫做 通謀外國或其派遣制的意圖使 該國或他國對於中華民國開戰斷著 也就是它對應到的是哪一個 這前面的第一個 in living wa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我們卻找不到第二個類型 in adhering to their enemies giving them aid and comfort 找不到這個對應的外患罪的條文 那美國的這個外患罪的這個條文 在實際上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叛國罪的條文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有一些他們的公民 跑去當時的納粹 去宣講 去他們的德國的納粹的電台 去廣告講一些話 來批評美國或者批評盟軍 來打擊盟軍的整個士氣 這些人在戰後 通通被美國法院判刑 就是用這個trison的罪來判刑 那有些是無期徒刑 有些可能更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第二種類型的這個叛國呢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來解決外國勢力的影響 對於一個民主體制的影響 少了這個 其實美國的整個體系就不會完整了 所以如果我們剛來看說 美國的法制到底是怎麼樣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們是由這整個完整的體系所構成的 從最嚴重的trison的叛國 到外國政府的代理人的登記 到一般外國勢力的代理人要從事政治活動的登記 通通都有 並不是說他們只有資訊公開而已 他們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trison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在前面使得他們可以說 那剩下的行為 我用資訊公開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他有很嚴重的部分 是屬於查禁 有一些比較輕微的 不涉及到trison的 他說我用資訊公開就可以來解決了 好 那理解了美國法制這樣的一個規定的話 那回到台灣 我們大概可以比較理解說 如果要來台灣去架構一個比較完整的外國勢力的 尤其是敵對勢力的這種相關的民主防衛法制的話 我們絕對不能夠少掉前面那個trison的那一塊 但是我們現在刑法裡頭 完全沒有那個條文 所以一定要去補上的 就是先去補這個條文 補上了這個條文之後 我們才能夠去往下去談說 那其他的登記 其他的資訊公開要怎麼做 好 那我們現在解決這個 就所謂的trison 這個應該被查禁的行為 到底他跟言論自由的界限在哪裡 剛剛講說美國 去處罰那種去納粹德國去幫他宣揚的 這些人說真的trison對不對 但是他們也很清楚知道說這個叫言論 這是一個言論 可是他們認為說 聯邦出來美國的法院說 這不受到美國的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的原因在於說 他直接受固於敵人 受固於敵人 就是受固於當時的納粹德國 來從事這樣的言論的時候呢 就不是你個人的言論自由了 你是在提供敵人協助 你是接受敵人的指揮之下所做的行為 這跟你的自己的言論自由是兩回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要來畫這條線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來問的就是說 到底你是基於你的個人信念 你相信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最棒的政黨 還是你是後面有基於一些好處 有一些對價關係 或者是直接受到中國政府的指揮監督而去講出這樣的話來 這件事情就應該要有一個很明確的線要畫出來 至少我們可以畫出的線是這樣 當然背後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事實證據的取得難易程度 當我們今天要指 比如說我們要講說郭冠英 你這樣的是推審的時候 恐怕我們就必須要去找到更solid的證據 來講說這個是你真的是跟他有關係 你真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 派來台灣來看台灣省選舉的 我們要能夠找到掌握到這樣的證據 才有辦法去發動刑法這個比較嚴厲的一個處罰 來對付他 反之如果真的他就是講講 我就是開玩笑嘛 我就是怎樣 那你真的也看起來好像拿他沒皮條 除非他要構成其他的 這個我們可以等一下再談 那除了這種 他本身自己相信說 九二共識最好 或者是中國共產最好 這些人他如果是基於自己信念來做的話 還有第二種類型的 趨勢的問題我們也必須要來解決 就是前面我們提到說 其實你想要找台灣的各政黨 各派別 各業別的人去 去中國那邊去跟他談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所以他們可能會開會啊 然後做成決議說 我們支持九二共識 諸如此類 那習近平會找哪些人 會找各位去嗎 應該不會啦 那他會找哪些 就是去找那些有代表性的人 所以如果你今天被他找去了 隱含著你就是代表台灣一部分 或者是全部的人民去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跟你作為你自己的代表 你只是代表你自己 因此你可以主張這是你的言論自由 這個保障的話 這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畫出一條線 就是說 當某人去參與了中國那樣的會議 或那樣的活動做成了決議共同聲明 如果你是基於純粹說 我就是我自己 我不代表任何人 即便你是政黨代表 政黨代表 不過我們等一下再談 就是如果你是一般人 你就說我不代表任何人 我就代表我自己 我去參加這樣的會議 雖然習近平不會邀請你去 可是 除了這樣的情況之外 其他的人 只要你是隱含著 或者是明白了宣稱 你是代表一部分 或是全部台灣人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就不再是 我們憲法言論自由 保障你的個人的言論自由犯愁了 它就會變成是你提供 敵人一些協助來從事 來破壞台灣民主的一些行為 為什麼又說它是破壞台灣民主的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五字三條已經講 跟中國談政治協議 有很嚴謹的門檻 要經過立法院的四分之三的同意之後 你才可以去談 要有一個締結計畫書 談完之後要回到立法院 四分之三同意通過之後 還要經過全民的覆取 有這樣的嚴謹的程序才能夠去做 不是你任何人 跳過這樣一個民主的正當程序 就可以隨隨便便去 中國人民講說 我代表台灣人民去跟你談 這種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所以 它等於是違反了民主的正當程序 而去從事的行為 應該被視為是一種叛國的行為 所以 補上了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比較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Treson的行為 叛國的行為 它確實能夠有一個 查禁 這樣的一個規範在前面 擋著 好 那有了這個查禁之外呢 接下來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是不是還有其他類型的活動 也應該被禁止 不見得會被刑罰處罰 但是恐怕也應該要一定被禁止 如果我們去看一下台灣現在的法律制度 裡面有很多的規定 其實它是禁止外國人來從事的行為 大體上可以分成這三類 民主參政活動 裡面比如說像政治獻金法 或者是公投法 它會禁止中國的政治獻金 或者是捐贈 遊說法禁止中國來遊說 公職人員或總統 副總統選舉罰名法 也禁止中國作選 好 這一些行為既然已經明文禁止中國的 這個勢力有干預的話 那我們可不可以問說 這些人的代理人 是不是也應該一併被禁止 不能夠做這樣的行為 既然本人如果是中國人 就不能夠來做 那中國人如果找一個替身 找一個在台灣的代理人 他就可以做嗎 不應該吧 所以 這種行為 民主參政活動 已經禁止中國勢力的影響的話 那他的代理人應該一定會禁止 其次是 言論與文化傳播事業 還有關鍵基礎或敏感設施 的這一種 這一種 這些法律 比如說廣播電視法 公共電視法 電信法 或者是有限廣播電視法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的設施條例 天然氣事業法 飲水法等等 這些他都規定說 從業人員或經營者 應限於本國級 就是外國勢力應該被禁止 既然外國勢力被禁止的話 外國勢力的代理人 理論上也應該一併被禁止 第三種類型是 結社集會等 跟民主社會內部的公共意見形成 有關的一些法律 比如說像是 政黨法 農漁會法 工商業團體法 集有法 他規定說 會員 或者他的負責人 應該限於本國級 所以也是一個 對外國勢力的一個限制 既然這些活動 外國勢力都不可以做的話 那他的代理人 是不是也應該要一定被禁止 所以這三類的法律呢 本來就已經存在去禁止外國勢力的影響 那同樣的這些外國勢力的代理人 我們認為也應該一併被禁止 但是現在這個法律也沒有 所以我們會主張說 這裡應該有個洞 也一定要把它補起來 除了第一種最嚴重的吹審 判國之外 第二種要禁止 這個禁止的法律效果 並不是說 就一定是刑罰 比如說 像是 像是這個 公共電視法好了 他說禁止 禁止這個 限於本國級嘛 禁止外國人來擔任 假設他是一個外國的代理人來擔任的話 他的法律效果也只是說 讓行政院重新再指派公事的同事 這樣而已 並沒有直接的一個刑罰處罰 至於要不要去增加一些法律的效果的處罰 說違反的人應該怎樣怎樣 接受什麼處罰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起碼 我們應該要先主張的是 這些人的代理人 應該要 視同本人一樣被禁止 好 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再來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談到了資訊公開的部分 資訊公開的部分 在前面兩種類型的行為 已經被完整的去規範之後呢 我們來談的就是說 那剩下來的行為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 透過資訊公開的方法 來達到一些對民主反衛的一個效果 可是談到資訊公開 第一個跳腳的各位猜是誰 行政機關 為什麼 因為要資訊公開 它就要有一整套的機制 去處理資訊的登記 那對行政機關來說 覺得好麻煩 好麻煩 所以 如果有會員 他一開始也說 不要用登記啦 直接查禁就好了 那 法務部 就是說 如果你們要做的話 先做中共代理人就好 你不要做整個外國的代理人 外國包括 日本 美國的什麼都要來登記 那法務部他會覺得 事不消 所以他也是 抗拒 用這種資訊公開的方式來 來處理 可是呢 這些行政機關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其實現行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頭 就已經存在了一個機制 可以來解決 本來資訊公開 要達成的那個法律的目的 我們現在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頭 有些事項是屬於開放可以去做的 有些事項是屬於完全禁止的 什麼是完全禁止呢 比如說你去擔任中共黨政軍的職務 成為他的成員 這些是完全禁止的 但是 有第三類介於完全合法跟完全禁止的 中間這一類 它叫做許可制 許可制的適用對象 有這幾種 就是跟中國的黨政軍為合作行為 或者是跟中國的私人 涉及政治性內容的合作行為 或者跟中國的私人聯合設立 政治性的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這三種行為 在現在兩岸人民關係條裡頭 是要經過許可的 你沒有許可就不能做 有許可之後你才可以去做 那各位想想什麼叫合作行為 合作行為 是不是理論上應該要能夠包含 我們現在一直在談的 所謂的中共代理人的這種代理行為 你代理他做一些事 難道不是在跟他做合作嗎 所以理論上 原來的這個許可制裡頭合作行為 就應該可以規範 我們現在在談的 中共代理人的行為 不幸的是 陸委會 從以前國民政府時代 一直到現在的陸委會 對於這個條文裡頭 所說的合作行為 一直採取非常非常消極狹隘的解釋 他說合作行為只限於 一定要是雙方要談好了 然後要有共同的目標 然後要分工合作 這種才算合作行為 所以他在過去很多例子出現的時候 他都拒絕用這個條文來講說 你沒有經過許可是不能做的 各位來記憶著李明哲事件 李明哲那個時候有一個前客 姓李 他就是接受對岸的這個 這個他的受對岸之拖 要來台灣傳話 那照說 這個就是一個合作行為 你跟他 接受他的指示來做一件事情 起碼是代理行為吧 那當時陸委會就說 不不不不這個不叫合作行為 所以那個人的行為 並沒有違反這個條文 所以各位看到 本來這個合作行為的定義 如果他可以很寬的去包含 所謂的代理行為的話 本來的代理行為就要經過許可 根本就不用去登記 本來要先經過許可 是因為陸委會採取一個非常狹隘的解釋 才讓這種代理行為 現在好像不受規範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方式是什麼 就是把許可制的範圍擴大 讓它包含 除了原來的狹義的合作行為之外 去加上我們現在所關心的代理行為 然後呢 讓許可的結果 由主管機關主動來公開 既然都要經過你許可嘛 許可之後 你就把那個結果公開 那麼就可以達成我們希望用中共代理人的這個登記制 或者是公開法制所要達成的那個目的 就等於是駕接在現在現有的這個許可制上 讓它可以讓許可的結果直接公開 就達成這個資訊公開的目的 這樣子做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如果會你就沒有話說啦 你就沒有話說 我還要再另外建構另外一套體系來處理這個登記的問題 沒有 你本來就要許可啊 本來這些行為如果都是讓你許可的話 本來就可以做了 好 這個是 第三個 公民政權認為 應該要來 這個 立法 修法 來解決的 來補充的這個民主防衛 第三個 的區塊 那 第四個區塊 就除了吹審 叛國 跟原來禁止行為 應該適用到它的代理人之外 還有第三個就是 透過現有的許可制 來架構資訊公開法制之外 第四塊是什麼 就是呢 針對台灣的政治人物 我們其實應該要有一個 更 積極一點的資訊公開的要求 就是呢 到底這些台灣的政治人物 去跟中國的這些統戰的單位 或人士接觸的這些資訊 過去其實都不公開 我們其實並不知道說 比如說張善政 到底有沒有在中國 接觸什麼樣的統戰人士 我們不知道 這個 這個 市長 韓市長 到底他接觸過哪些 我們也不知道柯市長 接觸過哪些 對不對 所以這一些資訊 理論上應該要公開 這個概念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是 食品添加物 的資訊公開 這叫政治產品的添加物的資訊公開 就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買的產品 到底 到底含了什麼樣的添加物 對不對 你吃的東西我要天然的 我不要人造添加物 那你如果有中共統戰的添加物 你要讓我知道啊 對不對 你的成分到底是不是純還是不純 這個這樣的資訊 應該要公開透明 讓大家知道 所以 第四個公民政縣所主張的 民主防衛的第四個區塊 就是 政治產品的添加物的資訊公開 有了這樣一個資訊公開 連同前面的那個許可制的 許可節目的公開 再加上 原來禁止行為 應該要一併禁止 代言要一併禁止 以及 最嚴重的這個 判國的部分 應該要把它擴張到 去提供協助 為敵人做這種 政治宣傳的這種行為的話 那完整的這個 民主防衛的2.0 才有辦法去架構起來 好 那這大概是就是 我們 就是公民政縣到目前為止 對於民主防衛2.0的一個想像 它不單單只有 大家一直在談的 中共代理人登記 還包括更嚴重的趨審 應該要被禁止 而且他用刑罰來加以來 來處罰 以及更一般性的這種政治人物的 這種政治產品的成分的諮詢公開 好 那以上是 就是 我們的一個想法 跟大家來分享 謝謝 我們今天 兩位與台人留給我們很多的時間 那我們就是 來 好好地來討論這個問題 那我們請現場的朋友 剛剛 對 我 對不起 我從美國回來 講到在美國 有一個常常引用的 就是你犯了罪以後 常常有一個叫Mail Fraud 那我在想說 這是不是可以套用在上面 把這個行責更加的落實 誤用國家資源 然後損害國家的那樣 那我們多搜集幾個問題 好不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 我是另外想了解 其實中對岸對我們是在民間的媒體 他利用媒體在我們民間的那種資訊散播 因為像今天主要是講到 比較是政治體制面的一個 我們的想法跟作為 你們的想法跟作為 那我也想提醒你們 面對現在他們在民間 用媒體的方式 特別是社交媒體類的 還有錯誤的報道 假報道的那種方式來對我們 不管是在政治層面或是我們 應該說我們的民主層面上的干擾 我想聽聽你們有沒有的看法跟有沒有什麼做法 讓我們能夠去面對他這樣子的狀態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對於兩位老師的這個一個 就我濫用一下主持人的特訊 就是說我們剛剛這裡面談到的這個東西 好像都只限於叛國 或者是說高度政治性的這種所謂的待遇行為 但是我們會看到說 以前我們在講民主防衛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他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經常都是只針對一種高度政治性的行為 比如說政黨 比如說你的有沒有納粹的言論 但是我們在現在的自由民主的體制 我們會看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的這個境外勢力其實是透過對市民社會的一些活動的滲透 比如說像這個賴律師之前一直在談的這個 余平凱的這個南海集團的這個事件 那這個東西我們要怎麼樣用這個代理人的法案來規範 或者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在自由民主的國家裡面 有沒有這種就是說不像以前的這種民主防衛 現在這個民主防衛可能要想辦法能夠進入到這個市民社會的這個場域裡面 然後來這個應對這個境外勢力的不同的跟過去不一樣的這種滲透方式 那我們就先請這個安岳賽斯邱老師 謝謝幾位朋友的問題 我就依序回答 那個美國他們的Mail Fraud的法制可能在台灣不太適用 原因是因為Mail Fraud他是為了聯邦政府 為了要去介入一些案件他要取得他的管轄權的一個方法 因為大家知道美國是聯邦主義嘛 所以聯邦政府要能夠把某一個行為當作是聯邦的犯罪的話 他必須要涉及到州際的同商 就是Interstate commerce 那最好可以連結起來的就是你是用記性的方式 所以記性就會有跨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是透過這個所謂的Mail Fraud的方式 來創造聯邦政府有一個可以去的管轄權的一個理由 那台灣其實不需要藉由那個機制 其實就可以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可能我們有其他方法可以來解決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跟第三問題 其實是我就先結合在一起講 兩位提的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有民主防衛1.0 民主防衛2.0 所以我們還在往下再思考民主防衛3.0 那每一個階段每一個版本的民主防衛 他應該都有一個他自己設定的階段性的目標 所以不可否認的民主防衛2.0 他自己設定的目標 沒有辦法完全涵蓋 所有我們現在沒引到的 中國的軟硬實力 對台灣的一個侵略 沒有辦法 絕對沒有辦法 就好像民主防衛1.0 他也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現在在談民主防衛2.0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能 如果在完成民主防衛2.0之後 我們接下來需要談的可能是資金的問題 資金怎麼樣去管制中國的資金 現在港資 香港已經快要變成不是香港的情況底下 他還可以被當成是非中資來對待嗎 以前的傳統法律上面對外資的認定方式 是以也許是十股的比例來看 可是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所有的中國企業 其實他們都有非常大的政黨影響 即便他的十股比例不高 就連阿里巴巴馬雲叫你 不是馬雲叫你 是馬雲被叫 說要走就馬上走了 你要命還是要錢 自己選一下 所以這個很簡單就是說 對於民主社會裡頭 本來可以通用了一些法則 用十股比例來看 在面對中國的這一些 這一些就是他們的這種經濟的滲透的 的一個策略的時候 你其實沒有辦法用傳統的方式 所以我們確實是需要思考 其他的方法 比如說實質的影響力等等 來解決這種中國資金的問題 同樣的媒體 社群媒體 或者是disinformation 或是misinformation 這個問題其實又更 更大的問題 就是到底要怎麼樣去對於 所謂的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來進行管制 他面對到的所謂言論自由的衝擊 可能會很大 不過我這邊可以稍微提 幾個初步的想法 就是傳統古典言論自由理論 如果大家有聽過的話 最常講的一個idea就是說 我們要用更多的言論 來解決錯誤的言論的問題 所以要解決一個在民主上面不好的言論的最好方式 並不是去查進它 而是用更多的言論來讓它消失去辯證 然後去找出真正的這個答案 這是古典的言論自由理論 它的一個理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可是古典言論自由理論有一個前提 這個前提通常我們沒有認真去思考 那個前提是什麼 就是在以前的時代 言論其實 有言論管道的人並不多 能夠拿到麥克風的人並不多 所以在那個年代 其實言論通常會經過適當的中介者的過濾 才會傳遞出來 這個中介者可能包括傳統的媒體 負責任的新聞媒體 跟政黨 這些都是負責任的政黨 這些都是所謂的中介者 透過中介者才傳遞出來 所以一般人通常是一個接收者的一個地位 現在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大家每個人都是一個speaker 每個人都是一個發言者 然後我們也無從去判斷說 到底誰的言論是真 誰的言論是假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到是一個言論泛濫 過於泛濫的一個狀態 他跟以前言論 還相對講比較稀少的情況底下 我們說用更多言論來解決言論的問題 那個時代其實已經不太一樣了 所以如果我們去思考這個基礎的前提不同的話 其實很多的憲法學者已經在思考說 言論自由的理論有沒有需要做相應的調整 包括說我們是不是用市場競爭秩序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問題 比如說食品 我最喜歡舉例子就是食品 剛剛講說添加物 食品有什麼 有餐胃假冒的食品 餐胃假冒食品還是要管制 並不會說因為食品 你就讓它大家自己去買來吃 吃壞肚子你自己負責 不會我們還是覺得說 應該要起碼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管制 來確保說 這個食品交易市場的秩序 是可以維持到一個正常的運作狀態 所以同樣言論自由市場 是不是可以引用這樣的一個思考 來強化廠商的責任 這些廠商可能是包括說 比如說像推特像FB 這樣的一個intermediate的責任 是不是可以適度的加重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一次Google跟FB 他們其實就各自採取兩個不太一樣的approach 來面對這個即將來的美國的選舉跟台灣的選舉 Google說這段期間我就不接受政治性的廣告 對不對 然後FB就說我會把它做揭露 就是到底誰下的廣告我會把它揭露出來 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還很難講 以我們講說揭露的話 揭露 揭露我們要知道到底誰是下單的人 通常美國現在他們的這種政治廣告他們都要揭露 但他們也發揭出一套策略就是 就是集資躲在某一個大的帽子底下的個人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那個外顯的那個人是 背後真正的老闆是誰 好 所以即便是資訊的揭露 我們也不見得會知道說 某某基金會背後到底是誰啊 某某基金會他說他是出資者 到底在他背後到底有沒有中國的影子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資訊揭露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其實還未可遲 那我想就是 媒體問題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 我個人還沒有答案 那我相信現在大家也都還在摸索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互相 互相從失敗的經驗當中去摸索的一個過程 好 我 那個 回答一下剛剛幾位朋友提出來的問題 就是大家關心的是 言論 好 那媒體 那那個 替中共 所進行的各種協助宣傳 在民主防衛2.0裡面 我們到底怎麼定位 那其實剛剛邱老師是說明了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或者是說還要繼續討論的問題 那我說明的是在這個架構底下已經有答案跟嘗試提出的解決方式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我們這邊提到了叛國言論 如果你是接受中國的指揮監督從事消滅我國主權的政治宣傳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應該被定位為外幻罪 這也不是透明化的問題 這就是叛國 這就跟那個剛剛邱老師取的例子就是 美國人到納粹德國的廣播電台去做那個心戰談話 去做宣傳 是一樣的 這當然有各位可以想像各種類型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有辦法證明在資金上 或者在服從指揮監督的關係上 某一個媒體人或某一個媒體或某一個媒體的代理商 他是受中國指揮監督的 或者是拿中國資金的 而他所從事的宣傳行動是要消滅台灣的主權 或者是台灣的民主憲政秩序 那這個是叛國罪 這個沒有什麼 這就應該是叛國罪 也不是透明化的問題 也不是說找他來登記 就是應該就是 就是外幻罪要多訂這一條 然後就是檢察官直接起訴 第二個類型就是禁止類 因為剛剛邱老師是以一個比較類型化的 抽象的方式在說說 禁止類呢 這邊所要強調的是說 所有我們現行的法律 禁止外國人擔任媒體的董監事 禁止大陸地區人民擔任媒體的董監事 禁止大陸地區的資金投資媒體 這些行為既然禁止了 那你台灣有一個在地協力者 以中共的代理人的角色來做這個行為 他就應該是被禁止了 那如果被禁止了他還做怎麼辦 被禁止了還做怎麼辦 那當然要處罰 就是你原本比如說廣播電視法 廣播電視法禁止外國人擔任廣播電視的董事 禁止大陸地區人民擔任廣播電視的董事 但是現在卻有那個張三李氏王五 他其實是中共的代理人 在做實際上在經營廣播電視 那他就是應該被禁止被處罰的對象 但是這邊會有一個問題 大家把這所有的法律看一下 廣播電視法 公共電視法 有限廣播電視法 電信法 電信管理法 天然氣法 飲水法 除了這些 因為在過去大概1990年代以後 台灣走過一波 1990年到2000年 台灣走過一波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的法規歷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影響力可能很大的媒體 不在裡面 比如說紙本媒體 就是我們的廣播電視 我們有禁止外國人 我們有禁止外國人經營那個衛星電視 其實不是禁止 就是它有特殊的限制 但是這些限制都是限於這些廣播電視 有線電視 衛星電視 那紙本怎麼辦 網路媒體怎麼辦 你看 這個區塊會是一個法律漏洞 這個區塊會是一個法律漏洞 這是第二點 然後第三點就是回到政治合作 就是說如果是沒有牽涉到前面兩項 就是叛國也沒有牽涉到現行法規已經禁止的行為 那你是中共代理人 那就照這個體制 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33條之一 再修正 就是說那你也要申請主管機關許可 你只要是代理人就要申請許可 那你沒有申請許可的代理行為 就應該要被處罰 就應該要被處罰 而不是說好像要行政機關去做調查 然後認定誰是代理人 命那個代理人登記 不是這樣 應該倒過來 只要是代理人行為 你就要主動來申請許可 沒有申請許可之前不能做 沒有申請許可之前不能做 沒有申請許可你還做了 那照這個體制就應該是被處罰 大概我理解的規範架構是這樣 我們現場有沒有很有油 那個後面那位 老師不好意思 就剛才老師報告的時候有個禁止事項 就是像那個 一些人民團體啊 應該說要禁止所謂中共的代理人參加 比如說剛老師要農譽會法跟鋼商業團體法 那我在這個地方我想請教老師 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是 好那假設過了 中共的代理人不可以來參加農譽會 不可以參加工商團體 他到底該怎麼去進行查證 是政府主動就是把現有的工商團體 農譽會的人全部查過一輪 還是有告彩禮 那如果說要查過一輪的話 以目前農會來講 大概狹義的會員差不多90萬上下 每個都要去查他 會不會有侵犯人權的問題 如果有告彩禮的話 會不會像以前白色恐怖一樣 我看你不爽 我就去密告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好那老師 為什麼您對我們的政府 那麼有信心 他一定查出來 或他查的一定是真的 我的意思是說 好假設這個東西過了以後 然後可能明年1月11某人上任以後 會不會我們在座的 包含老師名 包含賴律師 我們都會被說是中共同路人 我們什麼東西都不能參加 以上謝謝 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他有一位人 那可能在座的任務 好那我想要問的問題就是 你剛剛在那個提到了 就是美國憲法的一些叛國的定義 對不對 那我想知道在美國的法律裡面 憲法可以拿來乘著違憲 但是不能拿來冤影懲罰 所以他需要一個 比如說聯邦的statute 他去規範 然後這個做懲罰 那我想知道是你對聯邦的這個法令 他本身的懲罰有什麼樣的理解 然後他們在對台灣的情況的適用 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可以去適用這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剛剛看了就是 萬萬罪的那個相關規定 那確實是他沒有美國憲法底下的那種 就是giving them aid and comfort 這種罰則的規範 他大部分都是比如說什麼 什麼中華民國的重要的軍事機密或資料 或什麼資訊的圖紙的交付這種 那我想知道 這一種giving them aid and comfort 的修正在台灣目前的修正的現況是如何 就是因為我好像沒有聽到 任何政黨有關 他們想要去修正這一方面的訊息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如果要用刑法懲罰的話 通常是有兩種形態 第一種形態就是他在刑法 台灣刑法裡面本身就有 第二種是他在外圍的 比如說財經有財經刑法 所以在一些財經的銀行法裡面 可以看到一些刑法的懲罰 那是不是會在 比如說之後說的那個 紙本的規範 或者是網路媒體的規範裡面 也增加這些對於刑法 刑法式的懲罰 就是不是只有行政法的規範 這樣會不會比較適當 好 謝謝 那個 謝謝 謝謝 我先就剛剛一位朋友的問題來回答 我看一下 再來 公民政見主張的這種原來禁止的行為 他的代言也一定受到規範的這個 這個具體的做法怎麼做 具體的做法是這樣子 就是客語主動聲明的義務 不是政府去查他 而是受到規範的那些阻力 比如說要來擔任廣播電視的董事的 你必須要自己來申報 你是不是那個代言 那當然你會說 你就要check而已 那他要是講假的 你也沒辦法查對不對 沒錯 但是後面有一個東西跟著 就是這個東西 他做完了這個聲明之後 要公務員必須把他納入公文書來登錄 他產生了一個法律效果 就是叫做違造文書的法律效果 就是如果後來被查證為不實的話 那他就構成了刑罰的犯罪 我在這邊一直嘗試要去說明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許各位不太能夠體會 就是我們的法律制度裡面 並不是所有的不好的行為 都可以用刑罰來處罰 OK 我們大概只能夠針對 有一些很嚴重的行為 我們可以用刑罰來處罰 所以像這種原來禁止的行為 他的代理人要一併受到規範這件事情 我剛剛有說 他的法律效果要分成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種是代理人去當了不該由本人來做的事情的話 他本身會有一個結果 那個結果就是原來法律就有規定說 本人不能做的話他法律效果是什麼 像是本人如果他是外國人不能夠當董事長 那當了之後呢 那就是主管機關撤銷他董事長的這個身份 另外再指派一個董 如果他是官僱的話 另外再指派或者是要有另外的這個 再重新再選舉 這是第一個層次的法律效果 第二個層次的法律效果才是剛剛中常律師講的說 那我們要不要對這樣的行為本身來加以處罰 要處罰的話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罰 通常法律界的人 或者是一談到說要處罰的時候就會跳起來 所以通常這種行為能夠最嚴重的處罰就是行政法 只是罰罰錢而已 可是為了要讓他產生法律 刑法上的法律效果的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我剛剛說的 把他連結到偽造文書這件事情上面來 就是讓他自己主動申報 然後有一天如果你查到 這位朋友的擔心跟我的擔心是一樣 我們的政府可能沒那麼厲害 我也不相信我們政府有那麼厲害 可是沒辦法 除非你去查不然怎麼辦 你有就是全民大家一起來查 就跟以前那個年代就是 每個人都是匪諜的年代 大家去指控別人是匪諜 不然的話我們不可能去仰賴政府 來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轉換 把這個責任轉嫁變成是由個人來承擔 個人自己去承擔這個後果嗎 你說你不是代理人 後來萬一真的被查出來你是代理人的話 那你就是刑事責任嘛 你在沒有被查出來之前 我們就刻意你 誠實的申報義務嘛 那有誠實申報 你說你不是 那不是就不是啊 如果你實際上是 然後你卻申報為不是 那你只能夠等到他有天真的被抓到之後 用刑罰來處理他 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思維模式 那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誰去抓 就請各位去抓 就跟現在小偷怎麼樣抓是一樣的方式 老師我的第二個問題其實是 假設你不是可是政府說你是 我們離那個年代 我想也應該含料到50年吧 所以說我們才講說需要有證據嘛 我們並不是說代理人這件事情是 我只要說你是你就是啊 我要能夠講得出來代理人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雇佣關係 要有對價關係 要有服從指揮監督的關係 這些關係的存在 我才能夠去指說你是代理人 就好像你今天想要指控郭冠英 一樣啊 你也是不能夠只是說空口說白 然後說我覺得你就是啊 而且你自己也說你是啊 然後他跟你說我只是開玩笑啊 所以你有沒有其他的證據可以來證明 他確實受到了指揮監督 是不是真的有對價關係的存在 只有在符合這樣的一個條件底下 代理關係才會成立啊 只有在成立代理關係的情況底下 你作為他的代理員卻沒有誠實申報 才會產生另外的刑罰 那誰來抓的問題就是 就是你只能夠靠大家檢舉啦 這個就跟匪諜一樣啊 誰來抓 就是看大家有被抓到啊 發生那些料可以啊 我們就是做單照的事嗎 我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非常的謹慎的要維護我們的民主 那同時呢 呃 大家的提問都非常重要 就是不要忘了 就是我們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作為一個法治國家 最基本的權力分立 跟那個法規範的整個制衡體系 絕對不能放棄 那以剛剛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這個不是說誰來 不是說簡單的說誰來抓 我指控誰 或者是那個 呃就是像228一樣隨便抓人 不是這樣 就是回到我們剛剛邱老師的報告就是說 呃其實這個制度某個程度現在已經在做 比如說呃我們那個廣播電視法規定說 呃黨政軍要退出媒體 所以所有的電視的電視公司的董事 他在就任的時候 其實已經要填一個聲明書 聲明說呃我不是政黨的什麼什麼什麼幹部 那我也不是那個政府 擔任政府機關的呃哪些職位 那這個就是要科語行為的 一個明確的申報義務的範圍 那這個明確的範圍 呃因為我們我們現在討論來討論去 都是用中共代理人五個字 好但是如果真的這套法制要落實的話 不會是這麼草率的 而是說要行為人明確的去說明 你是或不是 呃與某些人有某些特定關係 好與某我們列出來的某些機構 有某種特定關係 在美國有一個愛國者法案 好他就是把各個政府 各國政府的高官 那個政治人物的名單 好都列出來 然後銀行在做相關交易的時候 要去check 好就是你有沒有在這個 你的交易對象是不是在這個名單裡面 那我們所提倡的說 呃廣播電視媒體 或者是說像這些農漁會 禁止大陸地區人民擔任李建市 同樣也要禁止中共的代理人擔任李建市 到時候也是一個清除的申報義務的範圍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欸不是說 一個警察不要說 欸我說你是中共代理人 就是中共代理人 欸拜託 啊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在哪裡 大家忘了嗎 好 你要把一個人定罪 所以必須檢察官起訴 然後經過法院的審判 那中間被告應該要有律師來為他辯護 維護他的權利 經過一審二審三審判有罪 這樣才能夠把一個人定罪 好就是我們在討論 這個如何建構民主防衛的時候 當然不要忘記就是不能夠跨越了 我們要維護一個做一個民主人權法治國家的這個原則 但是也不要忘了 我們今天不是在1947年國民黨統治的時候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是在目前臺灣的司法體制下 對人權保障的體制下來討論這個問題 剛剛那個第二位朋友的問題我還沒講 簡單回答一下 就是因為美國憲法的規定本身因為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他說treas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consist only 所以其實他雖然在聯邦的立法的statuture裡頭 也有相對應的刑法規定 但是他不會超越這個範圍 因為他說只能夠是這樣子 不可以再更多了 所以基本上他對應的條文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對於他的treason的兩種形態 那當然他還有其他的刑法也規範了 像我們現在外販罪裡頭類似像間諜行為的 這種軍事間諜的行為的話 在他們的刑法裡頭也有相對應的規定 那我們當然也有 當然他們還有很多其他包括經濟間諜 其他各種類型的間諜 他們都有比較完整的規定 那我們的外販罪的話 就是比較是限制在軍事的間諜上 那至於其他領域的特別法 要不要用刑法的方式來加以規範 我的回答還是跟我對前面那個朋友的回答是一樣的 就是要動用到刑法來處罰某些行為 那些行為本身必須要是嚴重到 他侵犯了很多我們認為很重要的法義 法律上保護的利益 那所以我們現在能夠想得到的 比如說像是剛剛講的禁止行為 原來本人禁止行為代理也應該一定禁止 他如果有需要用刑法來處罰的正當性的話 大概就是連結到偽造文書 對於登記制度的一個破壞 所以前面的朋友很擔心的是說 要是大家申報不時怎麼辦 那我們就是透過刑法來維護 這套申報底氣的一個完整性 那當然他需要花多少成本投入下去才有辦法去確保他真的被誠實的申報 這件事情我想我們現在都說不準 但是目前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也只能夠期待說 有了申報之後 那真的有人申報不是 比如說白狼 他就是大大大說 我就是說我沒有 那你要拿我怎麼辦 那我就是找你啊 不然我還找誰 如果找你才會處理一下 郭光英說 你說你不是代言 那我就找你 我們就查查看到你的資金或什麼有沒有其他的可疑的來源 當然還是都必須回到我們現在講的所謂的刑事司法體系裡頭的相關的偵查 犯罪偵查的一些手段上面的原則 你也不能夠沒事就把人家的資料拿來看 你總是要有一些可疑的情形底下 你才能夠去發動偵查 好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非常感謝就是賴律師跟邱老師今天晚上的分享 然後聽完之後除了受益良多之外 對於那個民主防衛的想像也變更具體很多 然後兩個比較現實的問題想要詢問 就是第一個是說 因為現在台灣還沒有相關法治落實的狀況之下 我們去辨別外國勢力可能透過媒體制度去進行 那比如說郭冠英德公開談話 邱易德受訪這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在媒體制度之外的 比如說前幾年IY要入股101 或者是最近青紅媒體中平社對於某星星的小政黨鋪天蓋地的造勢活動的報導 哪一個小政黨鋪天蓋地的 欸 呃 就是資源回收 對 對 就這個是比較沒有被社會大眾所看到的 那 是否就是在 這個問題具體的地方可能就是 想要跟賴律師跟邱老師請教說 現在的現在的政治氛圍之下有哪些具體的事件 是有關跟這個外國勢力是有關的 但是可能這樣會讓就是兩位老師指涉到 互相干的人事務團體吧 但是還是想要就老師 兩位老師的經驗想要請教一下 現在有哪些特定的現象是我們需要去注意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可能跟今天的主題有點偏離了 但是還是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像請問兩位老師知不知道說 現在在國會的中央代理人法 在執政黨內部的主力可能會是什麼 因為不論在野黨的杯葛或反對 先不論這個 在執政黨內部可能會遇到的主力是什麼 以至於說到現在會有一個社會氛圍說 怎麼遲遲沒有立法這樣子 這是我自己個人疑惑 所以想要跟兩位老師請教 謝謝 我剛剛聽到討論就是說 這個行為是不是有推薦 或者是需要這個諮詢要公開 還沒有討論到說這個可能造成損害的程度 這contextual方面的評估 會對在這個法上面應該怎麼樣來相對應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舉個例子來講說 我們食品的添加物我們要資訊公開 但是對那些不知情 或者是沒有抵抗能力的小孩子來講 美國它有一個法令是說 在距離學校的某個範圍裡面 這是完全禁止 所以它的處罰跟禁止的條例 是事實上是還有分不同程度的這種實施 那我在想說 用這樣的思維來看 是不是這個法可不可以更完備一點 我們後面有五位 我們就那個 兩位老師不好意思 我先回應一下剛剛好像這位先生他的一些看法 然後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當然像如賴律師所說就是 當然現在時代的不同 那我們甚至不是要總到審判體系 因為我其實也會有一個擔心說 那是不是像就算是最後審判還給他一個 救濟制度還給他一個公道 可是他必須還是要經過這一整段 冗長的審判情緒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的不管是提審也好 不管是憲法保障的這些24小時要送交法院 然後並且就是保障說是不是罪證足夠 然後甚至可能罪證不足的話 就是直接會釋放出來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狀況好像已經跟當時那種 直接把人拉去麻藏亭槍斃掉的狀況 已經是有別的 就是我覺得可能擔心的部分這樣子 對 然後那我自己的問題是說就是對於剛剛 因為剛剛有講到就是說以美國作為比較法的話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不管是對於外國政府代理人 還是外國代理人 他處理的方式好像是用一個是十年期 一個是五年的一個刑法的方式來處理 那我當然知道說就是刑法的牽異性的話 我們不是用所有東西都用刑法來處理 那可是站在一個比如說像以前對於環境相關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走到行政法財罰的時候會不會就是有一個問題是 當假設好今天我是郭冠英 然後我講了一些話或做了一些事情 我會選擇以就是剛剛是講說 如果是不表明的話是用行政財罰 然後如果是就是虛偽不實的話是用刑法來處理 那我是不是站在一個理性經紀人的角度 如果就是以不說明作為一個他的一個決策 那變成說就是只能以行政法來處理 然後甚至行政法的可能罰還他也不足以 喝止他不這麼做 是不是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我的問題這樣 謝謝 OK 我就先講一些我的想法 因為剛剛好多的問題 我現在要把它收繞出來說順序怎麼談 也許沒什麼順序我就看我怎麼講就這麼講 第一個是說我覺得現在可能要注意 也跟前面有一位朋友提到的是媒體的管制部分有關 就是要注意的部分是這樣的 就是其實有另外一個可能可以加上去的民主防衛的2.0的東西 就是如果現在在中國已經有很大的state的這些企業 比如說他的營業額的占比非常高的比例是在中國的話 這些人不應該讓他在台灣經營媒體 因為他很顯然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身家都在那邊受到控制 所以他可能沒辦法 我們期待他可以保持一個媒體的中立性 所以這個部分確實是可以思考說 怎麼樣用法律制度來限制這種類型的人去經營媒體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現有的媒體的管制 就是廣播電視有線電視這些東西 對於平面媒體 social media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沒有出版法 也沒有其他網絡相對的法律 所以那個部分一樣還是中校的律師前面提到 是一個現在的法律都有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就是現在的就是各個版本裡頭 前面的朋友問到說有沒有人提像吹神這樣的東西 本來都沒有 那直到公益政界提了這個想法之後 目前有看到油美女跟王定宇委員 他們兩個把他們原來的修法的版本 稍微又做了調整 把我們的一些想法把它放進去 但是因為不太清楚的知道我們的整個這樣的一個思考 所以可能在法條設計上面 也許還不夠完整 但是就目前來講的話是有放進去 嘗試在法 那至於那個進度如何 到底他們內部的擔憂是什麼 我覺得他們的擔憂就是卡在言論自由這件事情上面 一開始大家會覺得說用資訊公開就好 不然的話會踩到言論自由 有怕人的想法是這樣 另外有怕就是說你不能夠只公開就好 有些事情就應該禁止了 難道你把東西公開來就OK了嗎 所以他們的內部確實是針對這個技術上面的問題 產生了一些糾葛 那是不是有更大的政治陰謀 包括說就把它當成是相罵本 來繼續跟這些中國代言人來吵 這我就不曉得了 這可能要請這種政治評論家才有辦法分析說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至少我目前知道的他們內部的爭執點 是在一個這樣的一個技術問題上面 包括主管機關對於要用資訊公開的法治 他們會投入很大成的內心有所顧慮 大概是這樣子 那程度上來講 當然不是所有的東西用資訊公開就可以解決 我們當然可以去設想很多不一樣的情境 應該要更強的一個規範 小學的這個周邊不能夠賣什麼樣的實力 這個我了解 所以其實我們的版本裡頭 也特別針對某一類的人去講說 這一類的人你要是去了中國參加這種會議 我就直接擬自你就是代表 你就是宣稱代表台灣人民 公職人員 政黨的代表 這些人不允許你有空間去講說 我只代表我個人去參加 我只代表我個人來講什麼話 沒有 你是公職人員 你就是選出來 你就是代表 法定上就是代表台灣的一部人民或是全部人民 所以這種人沒有允許你去參與 去跟他沒來也去的空間 所以這個部分就不是用資訊公開來解決了 所以就是我們確實是有分這種不同的程度 那最後就是說行政法的部分 會不會一個理性的人去思考說 他就不講 可以啊你不講沒關係啊 你就是你不去申報 那不申報的效果就是 我就先不讓你去擔任這個職位 就這樣而已啊 你要申報我才讓你來擔任這個職位 否則的話你不申報我就先不讓你擔任 就這樣而已 我不會處罰你 我不會用刑法來處罰你 但是我不會讓你危害產生嘛 因為只要不讓你擔任這個職位 我們當初所要防止的那個 那個危害就不會出現 那直到你申報 你說你沒有 結果事實上你有 被我抓到 我才用刑法來處罰你 所以我想應該是這樣的一個 設計上面的思考 沒有錯 大家剛剛對這整組問題的 就是中共代理人 然後比如說媒體董監事 這整組問題的第一個關心是說 不可能去做地毯式的補償 那我們也不主張去做地毯式的補償 而是要讓要擔任這職務的人 他有一個申報義務 有一個申報義務 那不申報的人就不能擔任這個職務 那其實就達到我們民主防衛的目的 就是說坦白講就是 以目前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我們很難真的去徹底禁止 某些人跟中國的某些的密切的往來 我們能夠做的是在我們的民主體制的某些關鍵點 就有點像那個 你的政府就有點像你的重要的設施 上面架一些提防 架一些防護公司 那我們大概可以辯認 就是從這幾年的經驗裡面可以辯認出來 那個關鍵的設施應該會是在媒體經營者 然後會在那個 比如說農漁會 然後一些重要的 就是意見領袖 比如說各個 就是產業工會等等 那違背了 就是你如果就是跟中共有代理人關係 那你沒有據時申報還去擔任這些職務 然後去執行這個代理人的任務的話 那就是偽造文書嘛 那偽造文書剛剛已經講過 就是說要由檢察官起訴 然後經過法院的一審二審三審的審判 才能夠定罪 其實不要講說定罪啦 能不能跨過起訴門檻 都必須經過一個最基本的事實調查 跟就是要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證據程度 才能夠達到起訴門檻 那要達到有罪門檻 我這邊很多念法律系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刑法的有罪門檻 必須到那個有罪的證據 已經達到無合理懷疑 這個是幾乎是很高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絕對的證據證明力的標準 才能夠跨越這個有罪的門檻 那坦白講啦 我覺得這個憂心不住 就是說大家非常有人權意識 所以討論這組問題的時候都會非常關心說 檢察官會不會濫權 法官會不會濫權 其實我擔心的是另外一面 檢察官真的會去起訴嗎 台灣的檢察官真的會很認真的去追這個中共代理人嗎 我講這個是有意義的 美國的前不久有一家中國的航空公司的經理人 在美國司法機關就是以違反外國代理人法起訴 大家知道他被誰起訴嗎 是被紐約州的檢察官起訴 還是被紐約州的檢察官起訴 有沒有人知道答案 他是被聯邦大陪審團起訴 我要講的就是這裡面一個關鍵 我們推這些法案 推這些法律 這個法律自己真正要實施法律 要貫徹法律的還是人 那以台灣目前的司法官的文化 我倒比較會擔心 或者我的判斷是這樣的法治在初期 我們的檢察官 我們的法官 會非常的抗拒牌制去使用它 我們的司法文化其實是這樣 然後這個就會回到 就回到一個司法體制改革的問題 就是台灣的檢察官所做的不起訴處分 他是受到很少的截制的 他是受到很少的截制的 就是台灣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 幾乎等於無罪確定判決 當然你可以去申請在意 可以去申請交付審判 但是相對的在美國是以聯邦大陪審團 來處理某些類型的案件 在日本 日本有檢審會 檢察官審查委會 由檢審會去審查檢察官所做的一些不起訴處分 所以大家看到那個東京電力公司 就是輔導合在那個事情 是檢察官起訴的嗎 不是 檢察官不起訴 是另外公民所組成的 在他們的法制底下另外所組成的一個檢審會 去起訴東京電力的高層 然後先前那個日本前首相 好像是曉哲 曉哲的那個政治獻金案 也不是檢察官起訴 那這一套法制拿到台灣來 我覺得還是會有它的效果 因為就如同剛剛很多朋友已經點出來 其實人的理性計算 趨吉避凶 最後結果就是說 我有可能 我如果做不實申報 我可能變成我做中共代理人 我又做不實申報 又去當媒體董事 又去當農會理事 我可能那個有那麼一點風險 會構成刑事責任 這麻煩我就沒了 我們要的就是 我就沒了 而不是真的要把一個人定罪 這個就是民主訪問 刑法的目的不是真正把人抓來關 刑法真正的目的就是不要 就是一個禁止誣命的規範在那邊 讓大家不要去處罰 那民主防衛在某一個明確的 構成要件的範圍裡面 引進那個刑法的處罰 那個目的也是說 就是我們就是要讓這件事情不要發生 因為那個後果 就是大家會想說 你要刑事責任 就算是最後無罪 跑法院也很麻煩 那就不要 就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民主防衛的目的 這是我看過最辛苦的主角 不好意思 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比較關注真的是 其實是對岸對我們的全民性的 那個影響跟滲透的問題 他也是對全球做同樣的問題 因為剛才律師有特別提到法律層面 主要是我們會是以比較重點式的那種防衛 守衛的方式來的機制來去做 那可是我們現在面臨的 我們每一個全台灣人民面臨的時時刻刻 中共它對岸是用一種 它藉由例如像Google的機制 它在記錄我們每一個人民的生活 然後利用這樣大數據的分析 然後達到它要達的目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對這樣 這方面的一些觀察看法 或是你們是站在第一線的 然後在你的看法是什麼 的觀察是什麼 的做法是什麼 然後我們在我們的法律上 有沒有任何跟這個這樣的現象 有相關的事情是我想瞭解的 林先生 兩位好 我想問的問題是 今天最新的一個報導是說 就如同當初于平海的事情一樣 台灣的大同集團的母公司 跟他母公司有很多吃穀過半的子公司 又一直遭受到所謂的市場派的攻擊 那那個市場派目前在一週刊被爆出來說 當然也是缺乏直接證據 但是非常大可能的懷疑是 所謂的中共代理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就是其實剛剛討論到 一直沒有辦法提問的就是說 政治問題就是政治性的行為 現在都很明確地被定義的 可是經濟性的行為是目前很大的一個問題 是他都會跟自由跟綁在一起 那我想問說 就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那老師們現在提的1.0跟2.0 對於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經濟型的 而且他不見得會有直接trism的目的 他的時候只是為了先擁有 甚至他只是為了要information 這樣的一個情況有沒有什麼樣的 1.0跟2.0有沒有辦法作用上 那如果沒有 那他們也許老師信證的話 目前還沒有正式提出來的 所謂的3.0的想法 對這個該怎麼樣去行動 謝謝 可以就好了嗎 好 好 來 兩位老師很辛苦 這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 就是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代理人他本身的認定嘛 對不對 那我在想說 那在這個認定上面 有沒有類似跟公司法上面的這種 影子董事這種再隔一層的那個 相關的揭露的方案 就是目前有沒有研究的很好 還是你 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想請問 大家都很慢熱 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討論到像外匯的罪量 就是比如說像我說 可能美國人跑到納粹去 他們納粹電台去宣揚 就是納粹一些東西 然後就是 因為在審查 就是是不是代理人這一端 我覺得可能就沒有問題 因為就是有司法體制 我比較好奇的是 在他講出來的內容 比如說像 有某一個親中媒體的 就是主持人跑到 就是中共的全球 欸全國性的那種 就是場合去發表說 他支持就是統一啊 支持中國統一什麼 就是像類似這樣的言論 會不會就是在這個法通過之後 他會不會被懲罰 因為他講支持中國統一 他可能就也沒有講是哪一個中國 就是他可能跟我們憲法 就是之間是有疑慮 但是可能沒有直接抵觸 然後就是這樣子 他的確也會造成很多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 他講的一定就是中共 可是就是這樣會不會 他可以透過這樣模糊去脫罪 就是或者是這樣會不會被定罪 謝謝 這個我知道兩個老師都很辛苦 但是剛剛那位朋友也有提到說 就是說這個代理的法案 在國會的一些折衷 剛剛好像那個賴律師還是那個 邱老師都沒有特別回應這個問題 那我是想說最後的話 是不是請這個賴律師還是邱老師 可以來跟我們談一下這個 目前這個代理的法案在國會的這個折衷 因為我覺得這個 很多人基本上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那然後這個我也再濫用一下主持人特權 就是因為這個激進他們那個法案 就是說這個有美女無力 他們提那個版本 那個主筆的這個何成輝先生 算是我很好的朋友 那我也很好奇說 就是說這兩個版本之間 它是不是有沒有可能 就是說有些折衷或者是說結合 或者是說可能它的精神上面 它本身就是互斥的 就是說關於這兩個法案之間的折衷 除了說這個法案本身在國會當中的折衷之外 那這兩個版本的法案之間 它有沒有存在的可以互相的結合 或者是說其實它本身就是可能有衝突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說那個國會折衷的部分有點敏感的話 我們可以停止入營 就一切看這個兩位的那個 好 我們這邊有沒有場地時間限制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就 南輝老師盡量講好不好 好 對 那個 我先講我可以講的部分 因為我腦容量很小 我剛剛的問題已經忘掉一半了 隨時提醒老師 呃 所以我要講什麼 呃 不然你先好了 剛剛有兩位了 好 呃 對 剛剛可能 因為那個 很多我們專業上的問題 我們就急著回答 忽略了大家很關心的問題就是 立法進度啦 到底會不會過啦 如果現在不會過的話 好 這是為什麼不會過啦 簡單講就是這樣 呃 我 我得到的訊息是這樣 就是說第一個 確實很多版本 確實很多 確實很多版本 那一些意見要整合 那當然這裡面 這裡面有時代力量的版本 然後有激進黨 實際上是經濟黨在 做初步的研究 然後最後用 那個 由美女委員 王定雲委員 集委委員 提出版本 然後有陸委會的版本 然後 呃 陸委會版本 也不是用行政機關 提出 是用黨團提出 然後還有 王定雲委員 跟由美女委員 後來又 又修了一個版本 跟 呃 公民陣線的意見 有一點點參考 但是也不完全一樣 那我理解的情況是 版本是這樣 為什麼不會過 呃 呃 我得到的訊息是 那個 台商 很多人 在 施壓 很多的 那個台商 團體 很多的台商 團體在 很多台商 團體在 施壓 那 這個是一個原因 然後 再來是 坦白講 時間太短 我說時間太短 是說 呃 其實 你真正去觀察 那個 立法院的運作 一個法案從 從提案進去 到完成委員會審查 即使那個委員會審查 是非常形式的 只是 只是把那個條文念過 然後到二讀到三讀 都需要一段時間 那各位如果去看 那為什麼前一波 那個 國安 五法 都可以 好像都 一個會期就結束了 就通過了 那為什麼 這個 境外勢力透明化法 或代理人法 那個就是 從提案進去到現在 沒有辦法像 上個會期 國安五法 那麼快過 請注意一個問題 國安五法都是 修一個條文 兩個條文 了不起 三個條文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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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 不過那個有的時候 一個條文都非常大 像我們那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53 那個其實是 一個法律的一個章節 你就把他濃縮成一個條文 這個是技術的問題 就是 坦白講 我們立法院的 好我直接公開講 不怕得罪人 我們立法院的立法技術品質非常差 差到我們現在的立法院 就是 你如果真的要他很快過的話 他們只有能力處理那種 拜託你就是把我弄成一條 你就是把我弄成最多兩條 就是最多三條 只有這種東西會過 其他一整個法案的 那種就是十幾條 二十條 一整個法案的 就是 以目前的立法院的生態 沒有辦法在那麼快的時間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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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完程序 不管你的程序是 是黨團協商 還是強制表決 還是 打完架強制表決 不管哪一個程序 好 因為 立法院的立法技術上 是以一個條文為單位 好 就是每個條文都 都可能要 就是如果沒有 沒有 沒有共識 沒有朝野協商共識的話 都要表決 然後都可以再要求 就是重新唱名表 就是重新表決 就是對表決結果提出懷疑 要求重新表決 所以 那個 然後可以提修正案 所以 那個 一個條文的法律通過的時間 跟兩個條文的法律通過的時間 大概就是 那個是兩倍 然後跟一個二十個條文的法律通過的時間 就需要二十倍 那這個東西 立法技術可不可以解決呢 可以 但是其實這有點 講這個其實就是又更大了 它是很多長年的文化 跟整個立法院的那個議事程序 沒有配合 做 沒有配合與時俱進 那大概 我的理解是這樣 有沒有可能整合 有 而且一定要整合 好 簡單講就是 這邊已經 那個 邱老師剛剛的報告已經提到了 這都很重要 你要規範中共的代理人行為 就好像說 那個 你要 避免 那個 你要區分很多的類型 有的要禁止 用刑事手段禁止 有的是用行政法的方式禁止 有的是要採許可制 有的是透明化 不同的行為要用不同的方式規範 那所以我們才會說民主防衛2.0 要整合 而且一定可以整合 我相信一定可以整合 那但是很多人就會擔心 那現在民進黨還有國會多數 那再下來那個 那個下一屆民進黨就不會有國會多數 12月18號立法院就會修會 所以剛剛有朋友講說 11月18號沒有出委員會的話 一個月是決商期 12月18號就不會過 12月18號立法院修會 接下來就拜拜 就是等下一屆立法院 現在有種講法 立法院會從 12月18號 修會到1月11號 1月11號 禮拜六吧 1月13號那個理論上 這一屆的立法院的會 的任期還沒有到 1月13號到1月31號 還是可以開會 但是這要看政治情勢 就是如果到時候是 就是民進黨有國會多數 就是新國會民進黨有國會多數 跟新國會民進黨沒有國會多數 那個會影響到剩下的這十幾天 國會可能會運作 那這不是法律問題 這是政治問題 大概我應該 我知道的我都講了 然後 抱歉我腦膀量也沒有那麼大 剛剛幾位朋友提了一些關鍵的問題 還是文聰先回答 就是 那位女士還有這個林先生題的問題 都是關於這一種 就是說 經濟滲透的問題 或者是說 資金它透過 等一下我要講大同 看是文聰 我等一下回應一下 那個 中資經濟還有大同的事情 那我講一下這個 外換罪的問題 並不是說你到電台上去講 你就會變外換罪 在美國的那個案子裡頭 它是受固 它是受固於納粹德國 所以它才會構成外換罪 它在電台上講的話 才會變外換罪 所以你不會說 因為你被邀請到環球 去講話 你就變成外換罪 不會 起碼你是要有一個很具體的 受固關係 或者是服從指揮監督這樣的關係存在 然後去發表相關的言論 它才有可能會構成 那當然 就會顯得到實質上 我們對內容 所以我們講說 這叫content based的一種管制 那確實是需要家裡認定 尤其當我們的要件 構成要件是比較限縮在 它發表對於我們的主權 是有危害的 這種類型的言論的話 當然它就必須在具體個案上面去 舉證說 什麼樣的言論是對於我們的主權 是構成直接的危害 我會帶大家一直講 所以前提的要件幣不是那麼的寬 說 你只要去電視台講話就會沉醉 因為 就是說 因為那個 他好像是到這個高度政治性的 對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有這種 傷害到台灣國家主權的言論 他是不是在不同的脈絡之下 他可能要有不同的 比如說不同的脈絡之下 比如說 像剛剛那位同學提到的是說 他是到對岸的高度政治性的場面 做一個表態 或者是說做一個 speech 的這個狀態 那另外有狀況可能是說 我的這個媒體 或者是說我辦的這個媒體 我每天都在宣講兩岸一家親中國好棒棒 類似像這一種的 對 那這個是不是 原則上我們當然不能夠 對言論做實質的審查 但是 類似像這一種是不是有什麼 就是說 對於後者的管制的方式 我剛剛有提出來 就是 如果 在中國已經有很大的企業 在那邊經營的話 這種類型的人 或者是相關的企業 也不應該讓他在台灣經營媒體 所以 你去一直講說 中國好棒棒的 如果你是這樣的媒體人的話 像旺差集團的話 大概就不應該讓他來台灣經營媒體 那至於說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個人去發表說 我覺得應該要接受九州共識 我覺得九州共識好棒棒 這樣子的人的話 那我就是要區分說 他到底是基於他個人的信念去講 還是他真的有這樣的關係 如果再更往下一步 是說 我去跟中國的黨政軍去形成具體的決議 決議什麼 決議說 說 說這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要怎麼樣來台灣實施 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們就要這樣來做 那這種的話 就會是 一樣 我就要問的是 你到底是 宣稱代表你自己 還是你有民視或接受暗示說你代表台灣人 因為他要的就是你要代表 代表台灣某些人 各業別各黨派的代表來跟他談 所以談出來結果才具有代表性 所以我要 我要的就是這個代表性的有和差別 大概是這樣 經濟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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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先接著剛剛文聰那個話題 就是說 我還是必須強調 我們這邊講的叛國罪 並不是單純以言論內容來認定叛國 不是言論內容 不是言論內容 單純的言論內容的審查 不是這樣 如果是單純的言論內容 就是比如說有一個人說他主張統一 那他主張怎麼樣 那個是一回事 那我們關心的就是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接受一個敵對勢力的支柱 或者成為他的代理人 或者受他僱用 或者有指揮監督關係 來從事消滅台灣主權 自由民主宣任秩序的宣傳 這種情況下就不是單純言論 然後另外就是剛剛邱老師講到的那個 代表的行為 那我先前 其實這非常重要就是從中共的反分裂法 他就是著手保留動用武力 保留那個武統 然後他當然也知道武統的代價很大 武統會讓中國整個東南 甚至整個中國的經濟大倒退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跟台灣透過和平談判 就是先簽和平協議 你承認一個中國 軍事互信機制 就是我說的切相長的談判 最後談統一 然後完成兼幣 那過去馬英九願意跟他談 國民黨願意跟他談 因為國民黨承認九二共識 承認一個中國 他中國覺得這個很好 然後後來民進黨 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 所以老共說我不跟你談 我不能跟你談 因為如果老共跟民進黨談了以後 就一個中國就破功 就是說雙方可以政治對話 而且不以一個中國為前提 這個對中國共產黨 至少他目前沒辦法接受 所以他現在想推的 就是說我繼續和平談判 繼續向國際社會證明 台灣人在跟我和平談判 在談討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即使民進黨 即使台灣的政府 執政黨政府官方授權單位不來 我跟台灣的各個政黨談 然後這些人都宣稱說 我代表台灣人 中共要的就是這個 那你如果代表台灣人 然後去入選為中共的人大 中共的政協 如果哪一天 這事情講得最極端 如果哪一天 中共真的把台灣所有 113個立法委員的 過半數的立法委員 拉去中國開會 在人民大會堂通過決議 中國跟台灣 中國統一台灣 台灣併入中國 你說這有沒有國際法上效力 先不管 有沒有國際上的宣傳效應 非常大 所以我們很 就是一定要講說 那種 你聲稱代表台灣人民 去參與中共的民主協商 然後去跟中共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種人 或者是 你雖然沒有宣稱你有代表性 但是他的職位本身 就必然隱含某種代表性 比如說高金數媒 他就是台灣的立法委員 他如果去參加中共的民主協商 你能夠說 他不代表一定的台灣人嗎 沒有 他選舉 他就是我們選出外的立法委員 像這兩種情況 我們認為應該列入 判別罪的規範 這不是在做言論審查 這跟言論審查不一樣 這不是在做言論內容的審查 那大同的事情 先不談 我要講大同真的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這家公司絕對不可以讓中共拿下 絕對不可以讓眾資拿下 為什麼 台灣的很多 我們在講說關鍵基礎設施 台灣很多關鍵的資訊系統 其實是大同見 我講出來大家會非常驚訝 我們的護政 議政系統 所有的議難 我們有多少議難 有多少的後備軍人 幾年吃了多少人 姓名是什麼 住在哪裡 後備動員的時候他屬於哪些地方 這個議政系統 有多少現役軍人 議政系統是大同見的 護政系統 你的戶口 那個每一戶 護政事務所去申請戶籍騰本 這個護政系統 大同見的 然後 國防部 國防部跟那個 就是各個旅 之間的通訊系統 大同見的 就 不只這些 就是我們很多重要的 政府官方的資訊系統 其實是大同一手見出來的 那很多的維護 然後很多的原始碼 然後各種的城市 那個關鍵 如果這家公司被中資拿下來的話 看怎麼樣 再來一件事情 大家去Google找一下 大同的總公司在哪裡 那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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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那個 離那個 大直 就是 就是台灣如果進入戰備狀況的話 總統 會 總統必須從那個 總統府 進入那個 恆山指揮所 那個 恆山指揮所附近的某些 某些設施 其實跟 大同 所坐落的土地 非常非常接近 這家公司如果 中國拿下來 大家想想看會發生什麼事 你看美國是什麼 美國是什麼 維護他的國家安全的 美國 你不要講說軍事基地 什麼國防部附近的基地 不可能土地被中 不可能被中資買 連那個 之前那個 是那個華爾道夫飯店 是不是 就是有一家飯店 是美國的 政府高官 外國官員 經常會住的飯店 連那樣的飯店 美國政府也用各種方法去確保說 他的經營權 不會落入 那個 中國的手中 那台灣確實是 太輕忽了 好 那 我們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對中資的規範 是非常弱的 這部分應該要重新架構 一套法律 來規範 那個 中資 以及各種境外勢力 來台灣的投資 那 我看到 但是我也必須講 這是最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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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難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說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台灣如果失去經濟自主性 就會失去政治自主性 經濟如果被控制了 政治必然被控制 但是當我們要去架構我們的 民主防衛公事的時候 國安無法 國安無法 就這樣過了 有 就是 很多其實是 青州已過萬重山 那個 那個 北京非常生氣 但是它還是過了 碰到 接下來代理人法 這個 中共就 要台上出來 全面徹底的反對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反對身上是這樣很高 如果我們要推 那個 就是 更進一步的 來規範中資 它的反對身上會這麼高 它是最難的 但是 我們會不會做 一定會做 我們一定要完成 對中資的 更進一步的規範 那時間的關係就是 我沒辦法就是把完整 我認為要怎麼修法 就是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可能另外找一個時間 不過各位可以放心 就是 不管經濟民主聯合公民陣線 我們絕對記得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是一直在這個戰場上 奮戰服的團體 那個雙子星大樓的事情 我們把它擋下來 但是下一步 那個 新的地補者 那個也有問題 我們還是會 繼續來追蹤這個案子 我可以 我可以補一下 老師你要繼續講 十分鐘都沒有問題 因為剛剛那位小姐提到 那個資訊的收集的問題 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我覺得我們現在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危機 剛剛提到說 是中國在 就是收集大家的一些網路上面活動 或者說在一些 虛擬世界的活動 這些資訊 可是其實我們自己的政府 也在做一些 幫助中國收集資訊的作為 比如說什麼 我們政府一直在推所謂的 開放資料 或者是大數據 各位曉不曉得 我們的財稅資料 報稅的資料裡面 有一些部分 是被拿出來做分析使用的 某些人是可以取得 而這某些人當中 可能包括現在的台大校長 他或許已經把一些 國人的財稅資料 因為當初他可以取得這樣的資料 來做研究 也許帶到廈門去 也許帶到其他地方去 我們不曉得 但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原因是在於說 我們現在政府在推動的 這些資訊的再利用裡面 很多時候他所採用的 資訊安全的入處是非常不足的 甚至他宣稱說 只要把大家的姓名 跟身份證字號拿掉之後 這些資料就可以拿去給外面用了 殊不知這樣的資料本身 仍然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可以再串接回去個人 為什麼我們可以在網路上面 去追蹤某一些人 卻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 原因就在於我用行為模式 比對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下個禮拜二 11月26號 我們要決標一件事情 我們的政府採購要決標一件事情 叫EID 晶片身份證的採購案 33億政府要決標 他其實也是在佈建 整個我們的國人在數位世界的活動 上面的一個足跡 就是未來很多時候 他現在都說不會 我現在只是要發行晶片身份證 但一旦有這樣一張數位身份證之後 未來網路的活動很多時候 我們都可能會被迫 必須要採取實名的方式 查一下卡 認證一下是不是你本人 這些就會留下足跡 留下足跡 其實不要說是我們的政府要用 中國政府當然也非常有興趣 他想要知道 想要來用 有沒有辦法取得這些資訊 對於一些人來講 其實一點都不難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往往忽略掉它的嚴重性 所以今天早上 在行政院門口有一群NGO團體 在那邊開記者會 來呼籲大家要注意這件EID的事情 結果好像沒有任何媒體到場 至少我今天都沒有看到有媒體報導 所以就可以突顯出來 我們自己的防衛 在資訊的這一塊其實是非常糟 那原因不外乎就是 當我們的政府去講說 這些都是很進步的東西 我們要把數位化 要把它變成是這種數位化的城市 數位化的國民 好像是一件多麼好的事情 但是其實背後有隱藏非常非常大的危機 卻沒有受到這個大家的一個重視 所以我覺得呼應剛剛那位小姐提到的 這個資訊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可能必須要再去反省一下 或者說要去檢視一下我們自己政府做一些事情 往往其實是在害了我們自己 我補充邱老師提到這個 這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台灣獨立的戰場 不只在國防 不只是在外交 也不只是在政治 或者說政治無所不在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怎樣 書同文 車同鬼 台灣怎樣才能夠 台灣怎樣才能夠永遠確保自己的獨立 不會變成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中國的那種殘暴的警察 那樣的文化在台灣 很簡單 在各個領域 讓台灣與中國不相容 真的我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制高點 在各種方面不相容 包括說他5G用華為 我們就不要用華為 就讓兩邊的5G不相容 不相容他很多什麼監聽啊 什麼就很困難 然後將來就是他如果要統一 要怎麼樣 要把台灣漸進式的收入中國的控制中 就很困難 然後他用什麼社會信用體系 我們就絕對不能夠用社會信用體系 他用什麼人臉辨識 我們就絕對不能夠有人臉辨識 他要搞數位帝國 他要搞數位集權 我們就要高度尊重隱私權 這才是台灣獨立 那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然後我必須要說 我沒有看過一場折舞 可以怎麼 就是 那個來賓你好 還有老師非常的辛苦 兩位主將人 第一次看過這麼辛苦的主將人 要一直面對大家一些非常尖銳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是 這個活動就是到這邊 那當然 我們現場如果還有朋友 要再跟兩位老師 再談一些東西的話 也歡迎可以留下來 那我們就最後一掌聲謝謝 兩位非常辛苦的 兩位 感謝好不好